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说想问一下爷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然后想跟我妈妈说能不能做饭给我吃 最近有哭过吗 在学员们走的那天晚上有一点点泪水 但是没哭出来 遇到压力的时候如何解压呢 解压的话就是听听音乐跳跳舞 对 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在前面有想过放弃 但是我觉得我是就算是给我放弃的机会 我也是不可能会放弃的 所以就不会再说放弃这种话 也不会去想放弃这种念头 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天国活泼动人开朗什么的 阳光活泼阳光 用腾讯视频APP都看什么 我之前用腾讯视频就是看所有电影 看复联 因为看漫威系列的时候 我都是会用腾讯视频看 我的霍言因为年份比较高 所以用了一支腾讯视频 创造影响眼里 你最想拿起手机为谁点赞 我会为录诗好 没有 我会为笑什么笑 我会为我的好朋友们 我会为我的好朋友们 11个就是差不多快11个 想象一下都是哪些人每天给你点赞 每天晚上应该就是跟我一样 我几点睡他们应该几点睡 然后就是每天晚上得熬夜 然后很辛苦 所以说不要熬夜 不要熬夜去点赞 大家一定要睡觉 因为你们还有工作 还有学习 工作和学习 现实生活才最重要 有什么贴双眼皮贴的技巧吗 没技巧我也瞎贴的 我今天就没贴 你早上就是有时候 眼睛会肿 眼睛会肿的话 就是会贴一下 因为我发现之后 年龄慢慢变大 眼皮越来越长了 17年的时候 刚变双眼皮的时候 它还是很浅的一道 然后慢慢慢慢变深之后 慢慢慢慢又开始变成内双了 变老的代价 我小时候的双眼皮长大之后 就变成了右眼内双 左眼是单眼皮 后来慢慢慢慢慢慢 高腹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道褶 褶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算是双眼皮 只是单眼皮好多道褶 后来有一天晚上出去的时候 我还发一条微博 就突然变成双眼皮 突然变双眼皮 就又回来了 然后慢慢慢慢开始 变浅的一道双眼皮 然后开始慢慢变成 深的一点双眼皮 然后变成内双 你想跟自称妈妈的创始人说什么 希望你们抓紧有孩子 你想跟自称女朋友的创始人说什么 希望你们抓紧有男朋友 没有了 我从来说了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完成自己的理想 就每个都是希望他们早日能完成他们的理想 有没有交到新朋友 有很多 林染啊 诸葛啊 王通啊 卫生粥啊 烟博 选一个并用一个词形容它 林染 娇小 不能这么写吧 林染 可爱 林染可爱 给大家录一段晚安视频吧 腾讯视频腾讯的朋友们再见 我是夏之光 晚安